台中捷运在去年5月发生了旁边工地的吊被砸中车厢 造成一个人死亡13人受伤的重大意外 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 再加上国家运输安全调查报告出炉 28号一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了两名吊车工人 甚至营造公司和新复发建设公司都获得了不起诉处分 去年5月一根长长的吊臂从天而降 砸中了台中捷运车厢 造成竞仪大学法律系专任老师林淑雅身亡 还有13人受伤意外 事件发生一年三个月后 28号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 以过失致死罪起诉许姓和吕姓两名吊车工人 认为其余的涉案人等 他并没有违反相关的作业规定 没有刑法上因语规则的室友 愿以不起诉处分 这次起诉了两名吊臂操作工人 另外现场工地负责人蔡信公务长 以及营造公司新复发建设公司 都因为嫌疑不足或不起诉处分 但事故发生后 捷运的铁轨车厢严重受损 加上营运损失 新复发公司必须负责赔偿 新复发公司本连带给付台中市政府2.1亿亿元 那连带给付终结公司是1264万亿元 对于这样的起诉结果交通局表示尊重司法 但尽管赔偿和起诉都无法抚平逝者家属失去亲人的背痛 借家五向三台中报道